為著外國 日本 學財地区的食品 日本臺灣 南道官議會 國民黨團 戰略幾個議員 早上就要求南道官政府 趕緊將食品鑑前衛生管理的主題條例 散後議會來心意通過 後來關注李明晴和官区各局處的收集 將共同認識 三四關對日本 學財食品 日本 並且支持臺灣本土的農機散片 敬禁日本 和射食品 進入南口 在南道官党里明晴的斷崖之下 大家作為發表靠好 就在日本 學財食品 日本南道官 以來這個有做補輔性的東西 應該是本來留在自己 收費這麼快 我就外向日本 學財地区的食品 日本南道 官議會 國民黨 黨團的16個議員 早上要求官政府 請訴訟食品 衛生管理的主題條例 散後國議會 心意通過 我希望你能夠把這個 自治條例 就這句話 其他的 你現在寫的這幾個 十幾個條例 先 慢聲比較快 就針對這一個條例 你送到大會來 全部讓它一次通過 雖然財政委的議員 也跟南道官党里明晴 以及官政府 國黨委的首長 共同連署選擇 反對日本很多的食品 200 南道官 你一定要看起來 你一定要堅決 反對跟南道 要讓我們南道官的八成 我希望你不要將南道官党出不去 我還是重申 我們原住民第七 還是堅決反對日本核災的食品 進入我們南道線 國民黨籍議員認為 日本人財政地区的食品並不安全 可能會有危害健康的身份在裡面 所以強烈要求官政府做好把關 並且好友入家 不會不會相關的食品 對付南道官党里面前 也做出回應 那麼為了要讓這些核災的食品 不流入我們南投縣 我們除了定罰者之外 我們還會請這個有關機關 來密切的調查 看食品是來源是從哪裡來的 我們要嚴格的管制 反對在地区的食品 國民黨黨團是非常堅持 澳洲其黨台灣政府 近期保障主責調理 上後管理會心意通過 南道官就不會出現相關的食品了 在這節目上差不多